我回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 被同学晨晨打了 你先去洗头页吧 我这就找他压长 嗯 晨晨压长 你压晨晨把浩然打了这个事 你知道吗 这孩子们之间大脑脑脑不很重 好好好知道了 爸 他们又欺负我了 你怎么这么怂啊 赶紧洗头页去 别在这烦我 老师 我们家孩子被同学打了两次了 你们不管吗 学生放学以后的事 我们不方便管 建议你还是直接找他们的家长处理吧 不好意思啊 回来 爸 你跟爸说 他们为啥怎么欺负你啊 他们说我老实 何该被欺负 那你为啥怕他们 不我不怕 我是觉得父母照顾我们不容易 不想添麻烦 我说我还不想添麻烦 我还不想添麻烦 我都不想添麻烦 你压孩子已经打了我压孩子三次了 我对我问你一句 你到底是管还是不管 你有何处吗 小男孩不都这个样 能了这么重 能还远安欺负日 我给你说 能了要是把安乐打了 你还能活打电话 你这不讲道理啊 那么你还得走了 孩子之间的矛盾 他们自己结架不就行了 你还想手机冲 在假装之间的矛盾 把事弄大了 那行 那就让孩子们自行处理吧 你来这么地怎么地吧 我还梦 你别给我躲躲了啊 爸 我要去学校了 等一下 今天再要是被欺负了 就别回家了 可是 我怕伤着他们 儿子 咱不忍事 但咱也不怕事 我知道了 咱不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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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忍事